嗨我是Jobby阿伯又來了好久不見 大家好我是冰空廠的店長詹姆 嗨我們這次要來聊一些什麼呢 阿主管 我們這次要來聊的就是 Jobby阿伯一個這麼愛亂買東西的人 近幾年來都沒有買自己的車 但是他一買就要買一台特別酷的車 你來介紹一下就是你的身後 為什麼要買這車 很久沒買車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環保啊 就覺得不要亂買東西 所以覺得說節省一下 我其實重心都 都放在跟小朋友互動 我想要讓騎乘單車是一種 樂趣 而不是一種壓力 然後想說那我要買一台 屬於我的車這樣 所以這台車的 你是不是講不出 車子的全名 其實其實就是公路越野車 把大家比較常聽到 或是什麼歷史公路車 為什麼我會買這樣的車 因為你也知道我平常愛越野 或是爬一點小散 那我也不希望因為路況啊 或是 一些 情況 然後去 讓我的 公路車受傷 看到大家 這個車子在國外這樣發展下來 我就覺得說好像 我可以入手看 是哪一台車呢 請看 VCR 三姆 每個月都有很多人來買車嗎 有多少人 現在會選擇 Rival Buy 或是你推不推 坦白說 我非常推 但是呢 如果你說以 來看車的這個比例來說 10個進門的客人 大約有兩個 三姆 這個比例聽起來很少 因為台灣其實太方便了 有很多很多的柏油路 然後還有再來是 這是一個 騎乘的風格 它可以是很chill 也可以很自由的 很自由奔放 你知道為什麼嗎 Grabble的由來其實是 很多人會騎腳踏車 不管是運動也好 通勤也好 常常在騎 例如說中側 大部分的山路裡面都會有一條小路 它不是鋪裝路面 然後你可能會 對那條小路的裡面 有一點好奇心 那Grabble Bike就是讓你可以 很隨心所欲的 去給它騎進去 所以 它有著公路車的外表 輕度越野的輪組 讓你可以騎 更多的路面 Grabble Bike的公路車差別 有種嗎 就是比較帥 我自己又想要 像剛剛三姆講 其實有一點探險的風格 騎乘的路面上 我也不用再去 擔心那路面的狀況 我可以比較隨心所欲 跟公路車的差別 大概就在這裡 因為公路車可能 就是比較中規中矩 它可以有一些科技感 各方面它有它的 設定 跟我現在 八國的車主 我覺得就有一點力量 比較自由一點 比較 粗況一點 就是Grabble它是一個 這個騎乘它其實是一個style 其實不只是腳踏車 已經在各位的身邊流行很久 就以汽車來做舉例 為什麼要開Dependent 你有更多的選擇 就是 對於 你想去的地方跟路面 甚至是 那為什麼你要提Dependent 為什麼不提G卡 那你說我們低調一點 低調一點 哈哈哈哈 Dependent也都很低調 Gi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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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會朝越野奔放 對 自由啊 你如果不想要那麼 重的騎登山車 那也許 這Grabble的單車會是不錯的選擇 有機會我們可以辦一個團騎 大家感受一下 團騎然後再演員 那你要加入喔 你開著頭你要加入喔 我是Gimini 跟你們一起 你在裝備 你在裝備我可以接受啦 至少我們可以 對啊 舒服一點 怎麼樣的人 你們會推薦他買Grabble Bike 第一個 你真的那麼想花錢 在想入手一台車 會讓你有不一樣的感受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公路車 公路車 公路車一直在換 那如果你想要不一樣的騎乘感受 而且你又真的熱愛騎車 我會很建議他 你擁有一台 Grabble Bike 公路越野車 你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是Lifestyle Ride Life 就是 騎車是他的一個生活 然後 就是換成Grabble 真的是一個Lifestyle 他無時無刻他騎去哪裡 甚至是他就是 穿著一件 就是套著一件T恤 他就出去騎車 喔 對 我要說的就是這樣 我發現我騎車我也是這樣 我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穿車衣 對為什麼要穿車衣 為什麼要穿車褲 所以我覺得我騎這個 我就覺得完全內壓力 我在路邊騎 我也不覺得怪 很Chill 我一直覺得這台車真的很適合我 就是 看到的時候我就很喜歡 所以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如果想試看可以來店裡找我 然後 騎我的車去附近繞一繞 切記只有附近繞一繞 沒有要讓你騎著你 怕你上癮 收工 希望大家 有機會多參 多觀賞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你不是要 按讚訂閱 對分享 開啟小鈴鐺 欸 記得啊